这个犹大呀 原先就居住在那个 摩洛哥马拉喀什 这个布棉广场附近 这么个居民 布棉广场的阿拉伯语呢 叫德基马芬那 那个地方呢 三教九流龙蛇混杂 不论是商艺人 还是说唱歌跳舞的 这个人 还是说杂技魔术 这样的艺人 都会到那里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他也是北非 最大的一个市场 作为整个摩洛哥的 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游大虽然没有什么技术 但是呢 他肯学习 而且年轻也有体力 就在一个杂技团里呢 给人家当的人梯的底座 简单说吧 这底边底下有三个人 在上一层呢 有两个人 最上面的是一个人 你想最底的那人得多累啊 很重啊 那么最上面的人呢 最上面那个人呢 肯定是谁呢 一般是马戏团里的主要角色 这个人呢 不是别人 是老板的闺女 老板的闺女 这个姑娘啊 看上去啊 特别文静 这个马戏团的老板呢 也很喜欢她 游大呢 凭借自己的外表和谦逊 慢慢的就得到了 老板的这个赏识 老板的千金呢 也对他产生了爱慕 可是呢 没过多久 这个马戏团的老板呢 去世啊 那个游大呢 也不善于经营 这个马戏团 眼见的日渐凋零 他就趁着 和老板这个女儿啊 交往的机会 把支票上这个 老板女儿的名字 临摹了无数遍 以致达到 以假乱真的 这个程度 接着呢 他盗取的 这个老板 这个女儿这个支票 马戏团的支票 然后呢 挟款潜逃 抛下了这马戏团的女儿 马戏团后来呢 那个就凋零了 就没有钱了 后来马戏团 背了一个 眼球有点鼓的一个人 给接管了 对了 你们知道了 他就是前面 那个案子提到的 名字叫喜德龙 化名李四龙 看来这个马戏团呢 也是多灾多难 数次遭受了损失 这个萨德和这个游士 狼败为奸 用铁钉子 插进了脑袋顶的天文二 将这个尤大杀死了 那么咱就说了 这个游士 就是萨德的这个 这个小小婶 游士 其实呢 也不是什么多干净的人 他原先是马拉喀什 这个赌场的小姐 马拉喀什有个赌场 马拉喀什那个赌场 规模还是挺大的 Casino 在赌场 那就是Casino 这个尤大呢 就经常去这个赌场 玩 为什么尤大去呢 因为尤大在马拉喀什啊 当帐房的先生 帐房先生 咱说会计 就结识了这个小姐 最终呢 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里边 原先的尤大家里边有 有家室 这个小姑奶奶呢 直接把尤大家里的原配 给活活气死了 你就讲那尤士 都是这个挺有本事的 这样的小姐 一般都属于见过世面的 说出来话 办这事 一般还是受不了的 那么尤大呢 虽然老婆死了 他有两个孩子 大孩子呢 叫尤勇 他名品跟的啊 尤勇 第二个二儿子呢 叫尤玉 一个尤勇 一个尤玉 那么咱说的尤勇吧 尤勇呢 他特别想看 邻居小孩的玩具 还挺好的 那个尤勇呢 就觉得 他就把这小孩的 判着 骗到了岸边 然后呢 让那小孩呢 进到河里边 结果那小孩呢 会游泳 上来了 他呢 名字叫游泳 可不会游泳 或者说游的不怎么样 最终邻居家的小孩上岸了 他呢 活活给淹死了 其实那个水也不深 也就半米来靠 你就说是这个 蠢到什么程度 那么尤大的二儿子呢 叫尤玉 尤玉 尤玉叫尤玉呢 再一个事 当时呢 有一个万事 马上这个十一月 下旬 有个万圣节 那么万圣节呢 犹豫呢 就是想放点鞭炮 他看见那个旁边 那个店铺里边 卖鞭炮 人家不可能 白白送给鞭炮 人家花钱 让你买的 他人家不给他 他也活着上来了 他呢 偷偷地进到人家仓库里边 然后从外从内部把门一锁 里边全是烟花爆竹 然后点燃了里边的烟花爆竹 最终 那还用结果吗 最终还怎么样 就活活被烧死了 这就是犹大的两个孩子 犹大呢 那么犹大自己的老婆 和他的两个儿子 死得都这么惨 犹大被盯着脑子盯着嘛 这就叫嘛呢 天地轮回 报应不爽 犹大呢 这个犹大 原先是马拉喀什的 这个帐房先生 他的经理呢 叫摩西 这个摩西呢 刚刚签完字 跟那个帐房将 那个柜台上签完字 忽然心里心里心里 犯了 当地 当时就 倒到地起不来了 这个时候呢 因为刚签完字 犹大看四处没人 就偷偷地在他们账本上 写了一个书 十万迪拉姆 收签人 摩西 经理 然后呢 之后 等这个 签完字 马上就喊这个 周围的人 来过来 救这个摩西经理 这时 摩西经理 就不行了 过了些日子呢 犹大呢 以自己身体不适 的原因呢 把 用 把这 用那个支票 把这十万迪拉姆 弄出来之后呢 就 回到了 拉巴特的家里 并带上了 我之前说的那个 马拉喀什的小姐 那个 筹段庄呢 筹段庄的董事会啊 发现账目上 亏空了十万迪拉姆 摩西经理死了 但是这个字 是摩西经理签的 所以呢 他就 他家里还有人 所以呢 就找人去他家里 要钱 摩西的妻子一看 哎呦 这是怎么回事 我根本就没有 拿这笔钱啊 家里也不富裕 你们看这个 我老公上班才一年多 哪有那么十万迪拉姆啊 董事会没有办法 就只能去法院诉讼 摩西的这个妻子呢 就经常去法院出庭呢 早一顿晚一顿的 吃不上 也没有心思去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最终呢 就都死去了 摩西的妻子因为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孩子 最终自己也疯了 进入了精神病院 谢鹤听完了这个 这个谢器啊 关于犹太 犹大家族这个家里的情况 忽然呢 转向了法医的方向 对法医说 哎 谁告诉你尸体的脑子上有钉子的 啊 法医说 哎我老婆 我老婆这本人特别聪明 谢局长 啪啪一笑 啪一拍桌子 嘿你老婆真伟大呀 你明天 你把他务必给我带来 我想见见他 哎 然后呢 怎么办呢 哎 转天 转天是哪一天呢 七号八号九号 然后今天是十号 十一月十号 啊 到早晨 十点钟左右吧 法医的妻子来到了警察局 谢鹤看到他之后呢 上了脸一蹦 啪一拍桌子说 你一个妇到人家 是怎么知道死者脑上有个钉子 你倒是说说看 你要是没做过 那他是怎么 他又是 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事情呢 法医的妻子一看 啊 谢局长的表情心想 难道局长知道 他以前做的事情 嗯 估计我是瞒不住了 我还是招了吧 法医的妻子抬头 我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以前我就是这么干的 啊 那个 我 前夫曾经虎骗我说 他是一个使馆工作的公务员 后来我知道 他的工作就是在大使馆里打扫卫生 啊 那天通完通 疏通完下水道 啊 弄得满身的大便的味道 来到家里了 还垫子给我亲热 我他妈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用酒水啊 把他灌醉了 然后在他头顶钉了个钉子 死了之后 嘿嘿 没人查出来啊 都以为是他是被大便屈死的 哈哈哈哈 之后呢 我就嫁给了这个衣裳 啊 没想到现在 却检查起尸体了 倘若不是局长明察 就好 没准哪一天 我就结果了他的性命 啊 然后这个谢一张声 来来 把他给我压起来 带走 嗯 法院摸着脑壳子 哎呀 买身是汗的 得亏局长晚上回来 我得亏那天呢 我被局长关那个禁闭 我回家完了 要是回家早了 没人我就没命了 啊 然后呢 哎 也就是这个意思 谢局长呢 还有很多案子没有结 那么到时候呢 到底这个啊 对尸体啊 这个孙三立家 这个两个犯人啊 就是呃 这个什么呢 呃 喜德龙啊 李四化名李四龙啊 孙早眼的李四龙啊 到底去了哪里啊 这里谁也不知道 然后之前那个案子 仍然没有个结果啊 到底如何能够 把这案子最终破案 这个还需要 从长计议啊 一致结果咱们回头再讲 那么上期讲了